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试想一下100天嘛 昨天就是礼拜六 是他的执政的100天 确实在国会这块的立法是乏善可乘的 那当然其他的部分大家可以去争议 他当然不希望说OK 那再弄一个把这个政府关闭 因为这个budget的问题解决不了 最重要的争结就是在这个budget里面 他一定要说希望在这个package里面 要讨论就是墨西哥这个边境建墙的这个问题 那你也知道不但是民主党人反对 很多的共和党人也认为建这个墙是没有必要的 有一个人他提出来这样一个观点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观众朋友们可以想一想 就是他上台到现在的100天 边境的非法移民跟往年来比较 据不完全估计 但这个还比较权威 来自于homeland security的估计 非法的移民的越境减少了大概40%到50% 那这是没有坚强 光是凭我们总统讲的这些话 已经让这个移民非法移民减少 那人家说你可以继续放狠话 继续去做一些边境上应该做的加强的监管等等 也许不需要建这个数百亿美金的这个墙 因为现在这个数百亿如果用于别的很多的地方 那当然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我们的infrastructure 比如说我们的学校 比如说你replace以后的这个trump care 假设有的话 那不是很好吗 但是呢他这个在开始的时候 你也知道这个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当上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build wall 那么他如果不建这个墙的话 他的基本的基本支持的这个层面的这些老百姓 肯定会对他有看法 所以呢他现在变得非常为难 但是呢你想如果说在100天的时候 这个政府又被shut down 就是联邦政府又被关闭 那对他来说那当然更加是不能接受 所以相比较而言 他最终可能会我认为在建墙拨款的方面 因为他以前他虽然建墙成天奖 但他从来没有讲过这个墙是 梅奇跟张律师还有观众朋友 纳税人的钱来接 他是说墨西哥人要出钱的 所以这个部分他我觉得他确实 现在看起来他是要妥协 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究竟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对他也是一个挑战 过去的100天是这样了 未来的这个365天或者1000多天 根据你他要当多长时间的这个总统 我觉得他还有很多的这个挑战 因此在这个关键的节点 我认为他不让这个政府关闭 延这个一个礼拜 使到大家有机会妥协一下 这当然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positive sign 至少他觉得说我要学着去govern 而不是继续campaign 但是最可怕是 他这个learn on the job的attitude 是对一个当美国总统的人来说 是不是有点危险 特别是你知道美国的总统 他不只是美国总统而已 他其实是算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领导者 那如果这个领导者 他所有事情都是在一边做一边学的情况之下 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不是很快就会来临了呢 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 这个John McCain 他是一个保守派 是一个共和党人 是一个鹰派 但是很难说他是这个Trump的这个朋友 他经常跟他的好朋友Lindsey Graham 经常是共和党里面声音很大的批评这个特朗普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他们绝对不是朋友 No 自从Donald Trump说他这个不能算是英雄 他只是一个战俘 不能算是英雄 我觉得这个太伤人了 对 不过后来这个上周的时候 Trump又把他跟Lindsey Graham弄到白宫去 吃了一个私人的dinner 你也知道如果美其这个总统 吃起来多痛苦 总统天天骂你 但是说到白宫吃一顿 也许你多少会缓和一下对总统的批评 I don't know 但是基本上这个McCain 当被问到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同样问题的时候 他没有正面回答 他只是说到时候感到很欣慰 就是Trump的身边围绕着很多他认为很capable的人 比如说这个McMaster 这个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比如说这个Madis 国防部长 比如说Homeland Security的这个Kelly 等等都是军中的这个退休的将军 但是你也确实知道这个总统的讲 尤其是美国总统讲出来一句话 那么确实是有各种各方面的这个解读 比如说在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上 那么现在他讲出来的话 跟他的将军们讲出来的话 包括那个卡尔文森号 这个航母战斗群究竟去向怎么样 我觉得确实会引起一些这个美国的盟友和美国敌人 对这个总统就至少觉得有很多的uncertainty 如果不是说容易产生误判的话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感觉他确实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那么下一个大考 当然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讨论的是 所谓的这个减税的计划 如果第一个考试 这个repeal跟replace Obamacare它是不及格的 那么下一个大考就是这个tax 这个tax的改革 我认为将会是更加不容易的一次考试 你看到他这个税改的计划 你应该是很高兴吧 因为我一看到我就觉得说 张律师一定非常高兴 因为他就是一个算是这种 你最能够受惠的中小企业的雇主 然后这个tax plan对你来说 应该是一项很大的福音吧 但是在谈到你自己这个部分之前 我想先问一下 这个整个税改呢 当然里面有很多detail 我们还不知道他怎么做 但是overall 我想很多的这个美国纳税人 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如果今天把大家 大部分的人都减税的话 那你缺的这个缺口 要有谁来补上 这个有一个自由派的这个columnist 专门写评论的叫Michael Kinsley 以前在这个CNN做crossfire 做的也比较不错 当然他讲他是一个liberal 所以大家也要一分为二看他讲 就是美国人现在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big baby 就是美国的普通老百姓 我不知道你我算不算 这个就是big baby 一方面我们希望OK 我们的social security不要cut 我们的白卡 我们的红蓝白卡 我们的各方面的这个retirement plan 最后都最好都不要cut 但是同时我没有希望这个政府要减税 尤其你刚才批评我 这个要减税 但是从我角度来说 我觉得确实就是美国的经济的这个backbone 这个脊梁 就是美国的中小企业 美国的中小企业实际上比美国的大企业承受的各种方面税负的压力是非常大 不但是税负 还有各种各样繁文主节的regulation 那么如果川普能够在这个部分改革 我相信我可以代表很多中小企业主 就是这个部分我们一定是肯定是欢迎的 but如果这个税减下来 如果不能产生这个川普和他的这个经济学家所讲到的 就是他们是希望通过大幅度的减税来刺激经济 从而使到经济的这块饼做得非常大 也就是每个人交的税率是下降了 但是他认为由于刺激了经济 得到的整个的国家的这个revenue会增加 但是这个部分如果用Nancy Pelosi的话来讲 你的好朋友 那他认为这个从来在历史上没有workout 没有任何的这个indication可以 或者是evidence可以证明 只要减税就一定能有经济的成长 那么假设如果经济不成长 那么你减了上万亿的税以后 那我们这个big baby 一直得到的这个retirement plan 也好这个免费的医疗 或者是很优惠的医疗 social welfare等等 那是一定要suffer的 I mean 这钱一定要come from somewhere 所以从这点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现在看样子 我刚才说的就是他在下一个主要的大考 这个大考我觉得可能要比这个repeal 跟replace obama care要会更难 因为他这立刻就牵涉到 我们每一个人的钱包的问题 就是这个钱究竟如何的这个分配 corporate tax 他现在要从35%降到15% 那当然这可以说 有人说他这是一个公开招标 先把这个标提的高一点 然后再去讨论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是巨大的一块的这个 这个将来有可能出现的一个 一个预算方面的缺口 那当然如果真能刺激经济 按照川普讲的 他认为现在这个经济的GDP 在过去的奥巴马的这个年代里面 大概1%左右的这个成长 他认为是根本是一个joke 他完全可以把它变成3% 5% 他都以前都提到过 那假设如果是这样的 确实这个饼是可以做大的 那他客观上刺激的经济呢 当然这个revenue就会增加 but这仅仅是一个theory 我们并没有看到历史 包括在里根时期 也没有看到说只要减税 就能有政府的这个revenue的成长 或者是经济的成长 这一块我认为是 是有很很大的 在美国国内有非常大的 philosophical的fundamental的difference 所以这个很难compromise 税改的计划只有一页纸 但是呢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很矛盾的地方 像他说要为这个中小企业减税 从39%到15% 那是一个很大的幅度 但是呢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美国你知道那个美国的公司 其实也有分很多种形态嘛 那有一种就是这个 所谓的pass through entity 中文应该就是 很多那个媒体 中文媒体有不同的方法办 anyway它的意思就是说 像这种公司的收入呢 它本来是 如果你按照这个公司税来报的话 它要报到35到39嘛 那现在它降到15的话 那就变成说 这个公司的股份的持有人 或者是像你这样子的owner 你可以透过这个公司来报税 如果你不透 平常你如果不透过这个公司报税的话 你的税可能 你这种高收入大概会 被抽到40%左右的这个税收 但是你可以现在就是 透过你的律师楼来报税的话 你只需要报到15% 这个当然还 就像你刚才讲的 Trump在这个上周 他没有给出一个 tax reform的plan 他只是给出了一个 tax reform的outline 有的人不 说这个根本还不能叫做reform 它只能叫做tax cut 所以究竟它未来一段时间 它究竟怎么样呢 我们并不知道 你刚才讲的 确实也有人在做这方面的担心 还有人分析说 OK 你去你看看他的这个tax的这个cut outline 你会发现说 Trump的家族 Trump的公司可能得到的好处就会非常多 但是如果从一页纸 大家都能读出这么多 那我坦率说我也觉得很 很比较难理解 就是因为这个tax你也知道 如果是会计师朋友会告诉你 那可能都是浩如烟海的这个tax code 那么这个reform究竟怎么样做不知道 它是否能够捡到这么多 我也不知道 然后你刚才讲的这种公司的形态 是否一定能帮你避掉 合法的避掉很多的税 那我确实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up for negotiation 但是呢这个不容易 这个确实就是因为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那它可能就会伤到民主党人的 这个core的value跟它的core base 比如说那种加州也好 或者是民主党很多的选局 那那些benefits 那些大家已经得 尤其是退休老人得到的东西 立刻会受到影响 那么除非这个经济真的很成长 然后国家的revenue很多 那不会 但是一般人说这OK 但这历史上没有证据 凭什么Trump就认为 他的这样一个massive的tax cut 不论是corporate level 还是personal level 他就一定可以帮到美国的经济 I don't know 我觉得我确实需要看到更多的证据 那你觉得他这次的税改的计划里面 有哪些是你第一眼看到 你就马上有感觉 觉得说这个是能够算是得正 我觉得适当的减税 是有利于美国经济 但是如果大幅度的减税 那当然对我们企业主是好 但是有可能影响到美国的承担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国内和国际的责任 那所以说他这个税改政策真的到落实 从第一次公布到落实 这中间我估计大概还要经过几轮的选举吧 我觉得就算这样的一个plan 可能也会要这个来回来回 要很长的时间 更不用说要完成所谓共和党人想象的 那个真正的tax reform 而不是tax cut 因为小布什年代 我觉得现在想想他也充其量 也就做到了tax cut 而不是tax reform tax reform当然是非常困难的 我几个月前 我那个韩国的前总统李明博来这里 办一个这个商会的活动 我去帮他主持 然后呢其中有个哈佛大学 专门教经济学的教授非常出名 他就说这个川普 他基本上就是拿出了这个 这个opening bit 是非常高的 就是很高的姿态 但是也许最后会在中间的某一个地方 达成compromise 很多的经济学家会认为这个corporate tax 最后大概在百分之二十多的地方 有可能达到一个compromise的这个point 百分之十五呢 当然有了很多企业主很喜欢 但是我非常 我分析是非常难实现 因为如果按照川普 现在目前的这个减税计划的版本的话 那么我想可能到后来 我也会要逼着出去 自己开一家小公司 因为我必须要在这个中小企业的保护闪之下 我才能够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被人家占便宜 你先不要从非常美洲辞职啊 你先要看看他的plan 是不是可以让你刚才讲的这个strategy 这个technic work 我觉得这个loophole 有些人在讨论这个问题 但我不认为他一定会在这个 在他最终的这个版本里面出现 因为那样的话 在我看来有太大的loophole 那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这个事 而且还有更重要一点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去自己出去开公司 当中小企业的这个业主 是 这个很难 像我就不是 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人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上礼拜就是这个插枪走火 这个朝鲜啊 试射导弹又失败了 然后虽然像菲律宾的总统说 就当他是放烟火啦 然后那个也觉得说 你就是漂亮小丑 自己在那边搞这个闹剧 但是美国真的能够侵服朝鲜的威胁吗 不能用威胁这两个字啊 因为他这么小 美国这么大 就是说这个金正恩拿朝鲜的 这一连串的所谓的导弹试射 飞弹试射 美国真的能够侵服吗 就因为他试射失败的原因 你刚才是说那个菲律宾的总统 杜特尔特在说金正恩是漂亮小丑 OK 我以为搞错了 你在说杜特尔特 I don't know 我说菲律宾的总统说 这个北韩朝鲜是是非 但就把他当成是在放烟火 所以他是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权威的人 在说这个 对 漂亮小丑是这个特朗普内心的话 然后我把他解读出来 因为曾经核实美国人 很多美国人认为杜特尔特也是个跳浪小丑 I don't know but that's all the point 我是觉得就是今天的这个朝鲜的这个问题呢 你不觉得川普上台 特朗普上台以后他改变了很多的策略 到今天有记者在问 哇 我听他讲这个话 我又开始有点害怕 人家说你会这个大意 就是你会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吗 他又放出了那个上次这个叙利亚 试射59枚导弹之前讲的话 叫We will see 哇 那个时候他说We will see 你我没有相信说 他一定第二天就放出去59颗 这个巡航导弹 那今天讲是不是跟上次不一样 我不知道 因为川普确实在这个朝鲜半岛问题上 他很多的时候是有非常这个严肃的表态 或者是非常serious的表态 但是同时他现在又讲出来 好像又有点同情 这个我们的这个金正恩先生的这个话 说OK 他他只是他当然讲这个年龄 他讲错 他是一个27 year old kid 实际上他有30多岁了 但不管怎么样他是个年轻人 他说你要怎么样呢 他爸爸很快的又死得早 那么他这个当权当政的时候 面对这样一个国家 意思就是川普还 人家说那你究竟是要传达说 你要对他采取serious的military action 还是说你对他示好 是希望他来跟你谈判 所以他这个message在我看来 也是比较mixed的 同时呢 他现在这个历史上 很多的时候就是美国的政府 跟中国关于朝鲜问题的运作 很多是比较比较私下的 不太愿意把它拉到这个台面上 现在你没发现 只要朝鲜试射飞弹 或者搞出一个紧张的这个局势 川普立刻说我认为你是不尊重 我的好朋友 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 习近平以及中国政府 好像就似乎要把这个球 要踢到 就是每次就是让这个 让世界了解 就是他做的这个事 首先不是不尊重美国 首先是不尊重中国 所以我觉得这个策略上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一些改变 那当然你也知道在这个海湖庄园 习近平主席跟特朗普的会谈 我相信有很大的这个篇幅是在谈这个朝鲜的问题 那事实上在后来的时候 那么中国呢在一些的这个政府的一些发言 政府的公报等等 政府的一些讲话 那么政府的一些行动 确实跟原来对于朝鲜的问题上 是强硬了很多 但究竟这一次究竟强硬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还需要观察 现在其实大家都在想 飞弹也就算了 因为他发出来基本上都是失败的 那么但是呢 我同时就是从军事角度来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啊 就是这一次的失败 那他又知道了说 下次至少不要用同样的方式 就每一次的失败 其实是为下一次的这个成功的发射再做准备 因为这个朝鲜是有核武器的国家 如果这个飞弹有了这个很长城的运载能力 那最终他是有可能威胁到 像我们洛杉矶 美国的西海岸的这些地方 但是其实大家现在更关心的 当然是这个第六次的核实验 他究竟做还是不做 如果他真做了 那么美国究竟是要怎么样 究竟是要打击是不打击 因为这个确实有投鼠机器之嫌啊 因为如果是朝鲜是叙利亚 那可能早就这个59颗就飞过去了 但朝鲜不是 朝鲜跟美国的盟友 韩国和日本实在是靠得太近了 当然中国和俄国也在这个里面 所以这个问题 我相信川普是理解的 因为他在后来的 就是跟习近平主席见面以后 那么在后来的面 这个interview当中 他提到说 朝鲜问题比我大意就是 朝鲜问题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因为据说习近平主席跟他谈了中国跟朝鲜上千年的这种 这种爱恨情仇交织的这种历史的关系 就告诉他说 不是中国不想做一些事 在中国确实有这么些复杂的问题 所以 从我们角度当然不希望朝鲜半岛发生战争 因为我们都有好朋友在中国 在韩国 在日本 但是不知道 这个球现在看样子 最终还是要由美国跟朝鲜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解铃还需吸铃人 Taleson今天早上讲得多可笑 他说他们不是要金正恩下台 他们只是也不要南北韩统一 他们只是要金正恩把这个手上的核武交出来 你觉得金正恩可能做这样的事吗 那我就用这个上个礼拜 骆家辉前驻北京大使 他讲的一句话 他说朝鲜现在是美 因为朝鲜现在是个停战协议 他其实朝鲜半岛是处在战争状态 只不过是临时停战而已 并没有和平协议 OK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朝鲜他最大的担心 他为什么要有核武器 他最大的担心就是自己的政权 如果没有核武器 他很快会垮掉 所以骆家辉大使提醒大家 就是这个利比亚 这个政治狂人 当然这个叫卡扎菲的 他现在已经被打死了 对吧 他那个时候也是想搞核武器 或者是大规模杀伤性的 比如像化武等等 经过西方国家施压以后 他放弃了 那骆家辉这个大使提醒 他放弃了以后 连他自己的人的命都没了 所以朝鲜他担心自己的这个自身的安全 这个安全我认为他是确实 你如果站在他的角度 他是现实存在的 他如果没有这东西 他没有军事的这个能力保护自己 所以朝鲜担心的是自己的安全 那么Tillerson的保证 OK 他这样的保证 朝鲜是不是认为说 OK 你只要 我只要把核武废掉 我的安全不来回行 朝鲜现在显然 他觉得feel insecure 那当然 我说 OK 可能要自己先把核武废掉 所以中国的 你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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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凰卫视